大家好我是 phd 微道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篇有意思的文章 他的名字叫做 mm mac 对吧 什么是 mm mac 呢 他就是使用了这样一个雷达 然后当麦克风用 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么现在文章大家就都是这样的 就是搞一些东西进行排阅组合 对吧 想的都是搞一些特别新奇的东西 就是我们想要把一个 本来应用在什么地方的一个事 用在另外一件事 比如说我们有雷达对吧 雷达一般都是用来 比如说放在车上面对吧 去看周围有什么车 或者是看有一个什么人靠近没靠近 比如说你在超市里面 那么它有一个自动门 自动门上面就是用了一个传感器 对吧 这传感器可以就说是一个雷达 但它没那么高级 它只是一个人体红外传感器而已 这个东西可以看到人有没有来 对吧 还有比如说我们楼道里的灯 对吧 有的灯它是声控灯 有的灯它是人控灯 比如说你人过去的时候 它才会亮是吧 因为它上面有个红外传感器 那么雷达的作用 本来是做这样的事 那它做什么事 它把它给它搞成了一个麦克风 对吧强行搞成一个麦克风 它说要搞麦克风 还可以干什么 还可以把它搞成一个温度计 是吧 这都是它的一些不寻常的应用 那现在的这个文章 你做一个这样的事 就比较有创新点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看 这篇文章是怎么做的 然后我们就给大家先讲一下 就说现在写文章有三大思路 什么三大思路 就是你怎么样才能比前人的工作做的好 三大思路 第一大思路叫做增加Chinels 这篇图来自于EfficientNet 好吧 我们拿EfficientNet给大家举例 EfficientNet是谷歌的一个工作应该是 那我们拿EfficientNet给大家讲一讲 第二个就是增加Chinels 什么叫Chinels 就是说我有一个CN 对不对 我要把CN变得更厚一点 什么叫更厚一点 就是我的知识运含量比人更高一点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知识更深 对吧 我的知识更深 什么是Wider 就是我进行一个更宽广的横向对比 那就叫做Wider 什么叫做Deeper Deeper就是说 我的文章的流程更长 对吧 我人家本来是一步 对吧 我要做成50步 对吧 我这文章的流程更长 那么这篇文章就属于Deeper的类型 这个文章就是流程更长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我们今天这篇文章是Deeper 我们一会就讲 对吧 我们看一看什么叫做 我们的文章有更深层的这样一个结构 以及这个文章什么叫更宽广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说 什么是更深的 就比如说人家发明了一个窗 对吧 叫做举行窗 对不对 举行窗是长这个样子 是不是 另外一个人的发明 在这个基础上就发明一个窗 发明一个方案叫三角窗 对不对 三角窗长这个样子 是吧 你看这个样子 一个是横的 一个是直的 对吧 这个也很简单 对吧 就是三角形 对吧 那我就给你搞个窗 对吧 搞个名 搞窗叫做凯德窗 对吧 凯德窗长这个样子 对吧 那一看就比上这两个公式 哪复杂的 不知道哪里去了 然后它机能复列变换之后 就更复杂了 你看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搞了一个复杂的 不行的窗 然后这个窗的效果 应该也会比前面的窗好 因为你的公式比人人复杂 对吧 你运航了更多的信息量 你运航了更多信息量 那你调制的更好 那你的窗的话 就应该比别人更复杂 并且你还可以用这个窗 去模拟这两个窗 对吧 那我做的一个东西 那比别人厉害 那这个就是go deeper deeper需要你有更深的 这样的一个知识的积累 你的知识如果不够的话 你是没法做的 你的知识不够的话 你怎么去推倒这个公式 对吧 还有例子 比如说这个 这是做loss的 对吧 人家做loss都是搞一堆公式 那我的公式比别人更复杂 我的公式比别人效果更好 那我的就更厉害 那就是go deeper go deeper 这条路不是很好走 因为你要有更多的知识积累 对吧 一般人是不太可能会有的 那么go deeper 还有别的样子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mamba mamba也是go deeper 对吧 那他就是比以前的文章 比他自己 他这个mamba这一类的ssm文章 好像都是他自己写出来的 所以说他比他自己之前的work 比他以前ssm s4我想的go的更deeper的一点 对吧 人家是copy的时候不能slag 他可以slag 那效果更好 这个是非常难的 你自己想做出这种东西 还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后这个是go wider 那什么是go wider 就是我们做一个超级多的横向对比 对吧 我们做一个超级横向对比 我们的对比特别的多 叫go wider 那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们所说的clip clip这个文章 做了一个非常wider的这样的对比 他自己有一个模型 他的模型叫clip 对不对 他在30个 好像是27个还是多少个 反正在n多个数据集上 和别的文章进行了一个对比 对吧 你看这什么数据集都有 对吧 这有什么country211 对吧 这有什么吃的 对吧 然后这有什么 这是动作的数据集 然后这个是各种10种生物的 10种动物的 动物 还有什么飞机之类的 这是100种的 然后还有什么image net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宠物数据集 然后minist数据集 对吧 是手写数字的数据集 然后这是whore的数据集 然后有一个我还记得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集 在哪里呢 还有一个 对 这个是自动驾驶的距离的数据集 对吧 然后这个是我忘了这个什么数据集 反正也是个数据集 然后这个是一个数数的一个数据集 然后这个是这个是pasco pasco数据集也很有名 也是一个物体分类的数据集 他什么数据集他都有啊 我的天哪 他就把什么东西都对比这个变 对比这个全 对吧 当然这一文章的 还有一个事 就是他做的 他也不是更deep 因为他的流程其实特简单 他那个训练特简单 对吧 也没有做特deep 你看他那个尾大码 就只有十几行就写完了 对吧 他也不deep 但是人家做的拆动也很也很深 为什么呢 人家有人家在2020年的时候 人家有600张V100显卡 对吧 你说这个咱们哪有这样的资源呢 对吧 人家clip训练的时候 人家把open-air的资源 能用的资源都占尽了 open-air 但是他没法调餐 为什么呢 他说了open-air都不足有那么多资源来调餐 你说他做了一个什么样恐怖的工作 反正咱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能做得出这样的工作 咱们何德何能能做出这样的工作呢 咱们租600块显卡 对吧 一个小时600块钱没了 咱们都租不起 对吧 人家训练一训练就训练俩月 你说咱就怎么能够跟人家去对比呢 而且你租200块显卡的问题是有什么呢 他中间可能会中断 你中断怎么办 中断呢 你还得再怎么去给他继续 对吧 这哪有那么简单 这很难的 是不是 那么还有就是说 我们说的这个go deep 就是这个文章 他有go deep 对吧 他做的又很复杂 然后他呢 对比呢 又很多 这个文章呢 就是google的alpha fold 那alpha fold呢 就alpha go那个团队做的嘛 alpha fold alpha fold呢 就是去合成蛋白质的这样一个序列 人家 人家 对吧 人家一般人整transformer 我们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我们讲了 唱麦克也是transformer 人家讲transformer的话呢 人家都是一维的 对不对 然后呢 MiYKS呢 是搞了一个融合的transformer 人家直接搞二维的 你说你能搞得起二维吗 你搞不起二维 对吧 你不仅搞不起二维 你搞不出二维 二维很难搞 人家就是搞搞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 是咱们咱们这些普通人 是无法做到的这件事 然后人家还go wider 对吧 人家go wider什么呢 人家和别的人去对比 对比完了以后 发现效果比 所有人都好 对吧 Cause wider 那这个咱们其实也不太不太容易做到 是吧 这是go wider和go deeper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还有文章是三个都有 对吧 比如说alpha go zero那篇文章 对吧 人家是把所有的能用上的牛的方法 全用了个遍 对吧 你说咱这怎么能搞出这样的东西 搞不出来的 而且那个时候你要想知道 那个时候的这个开源那些酷都做的也没那么好 对吧 人家越老的工作越难做 为什么 因为这比如什么pi touch 担作flow 人家都没有那么多的酷 对吧 人家做很多东西都需要自己去做 那咱们哪有这样的资源去自己做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到底讲了什么 我们先给它塞在XGBT里去 让XGBT读一下 XGBT告诉说 它是一种什么基于什么雷达的一种方案 对吧 叫做MIMAC方案 通过精确的提取纯动作和声带振动的多模态特征 多模态特征就是说 我输入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 比如说cliff就是个多模态 对吧 我要输入图片 又输入图片的描述 对吧 多模态特征 来解决了多声源和环境噪音下的语音识源问题 该方案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差分的特征提取方法 来抑制身体和头部的动作 引起的动态干扰 然后同时提出了一种基于纯动作和声带振动交叉验证的语音检测方法 以避免在飞语音活动上浪费计算资源 此外 该文还涉及的一个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多模态融合框架 用于融合 人家是多模态融合框架 基于注意力机制 对不对 注意力机制一看就transformer 然后多模态融合框架 就说人家不是一个transformer 然后用于融合纯入动作和声带振动的信号特征 你达到了什么准确性 然后效果特别好 对吧 效果特别好 这个就不用讲了 因为每个文章都是效果特别好 他要效果不好 他就发不出来了 那好 我们来看一看 就说我们要批判一下XGVT 就是要批斗一下XGVT 为什么呢 XGVT太懒了 为什么太懒了呢 他就把摘药直接复制了一遍 原样复制 原样复制 连桌上字都不再变 原样复制 直接把这个事给他复制上 你看这话说的都完全一样 所以没有批斗一下XGVT XGVT太懒了 我们现在要鞭打他一下 是吧 然后鞭打了以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就变得说的话更多了一点 不像以前那么图字如今 对吧 还给我来一个复制粘贴 好 那我来看看这个讲的什么 第一段其实就好像不是很重要 对不对 他这个讲的一下 就是提出了一个东西 刚才没说这个框架叫什么 叫transfuels 对吧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也不用管 然后他就又讲了说 他这个地方讲了什么 他的板子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这个板子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用关心 对吧 他说他使用了一个 他这个地方很重要 说声带振动编码器 OK 这是一个transformer的部分 还有叫纯动编码器 和识别用的解码器 这是另外一个部分 对吧 这两个这是 他的transformer是有两个头 对不对 人家transformer都是一个头 他有两个头 他有两个编码器 然后他有一个解码器 所以说他是把transformer的 前面的给他分开了 比较两块 这个其实并不难做 transformer是分开的 本来就分开的 对吧 他不分开 所以我们把前面的那个 再加上的一部分 量了融合在一起 就是这样的事 然后这二 就我们讲了更多的信息 对吧 比如说六层相同的结构 对吧 一层层大小是384 然后注意的头是有6个这样的 然后他用的是IDEM硬化器 这个都不用说了 Jopal是0.2 这个都知道 Bitchside是32 这也都知道 他还能做的一个消融实验 对吧 消融实验之后 去除了某些部件 然后看看效果是怎么样 所以最后发现 就是他们这个东西 其实是最好的 对不对 他能够识别各种各样的音 对吧 做了这么一件事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图是怎么做的 就说人家一般的 这个说话 都是用麦克风来采集 但是在多人的会议之中 有的时候大家都在说话 对吧 那你就不知道谁在说话了 对吧 所以怎么办呢 他弄个雷达 这个雷达来扫描 他的喉部运动 和他的嘴部运动 对吧 那这个嘴部运动 你看这个嘴部运动 它可能比较清晰一点 你看嘴部运动 它这个运动的 因为我说话的时候 嘴张嘴闭嘴这个事 其实说白了 它不是特别的 动的特别多 对吧 这个嘴你就张开 然后闭上 对吧 那这个嘴张开的不是特别多 但这个振动就不行了 振动的话 就比较复杂 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他把这两个东西 放到两个这样的一个 encoder里面 对不对 这两个encoder 把它进行encoder 你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encoder 它是两个encoder 中间是由所融合的 它不是一个就是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直接进去 然后再输出 它在前面就进行个前端融合 我们之前说了 我们在做处理视频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前端进行融合的话 会比它指在后端进行融合的 效果要好一点 对不对 然后最后放到一个解码器 解码器就把文字 直接给它输出出来了 就这样的一个work 那么来看看 你看它这个问题 为什么非常复杂 因为人在说话的时候 身体在动 对不对 所以它的身体也会有一个动作 然后唇部也会有一个动作 并且它的背景上 还有一些反射 对吧 它有各种各样奇怪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必须要进行 高强度的滤波 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对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 就是你看它有唇部的这样的动作 然后它有背景上的一个反射 对吧 所以它的问题 还是非常多的 它必须要进行一个 就是说到后面 要进行很多的后期处理 那么这个就是 它唇部的这样一个动作 你看唇部的动作 其实并不是很复杂 你看唇部的动作 其实并不是很复杂 你看唇部 就是把张嘴闭嘴 这样的一个样子 所以说它动作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它这个动作 并不是特别的复杂 但是到它后面的振动的部分 它就比较复杂了 振动的部分 你看就是什么波形都有 对不对 在不同的地方 它的振动是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个振动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雷达 这个采用的雷达 它的采用率特别低 它每秒钟最多也有采过10次 然后你知道声音是44100次振动 对吧 我的唇 这个喉部振动的话 也得有个几百次 所以说 这个振动 是比较难采集的 对吧 这个图的话 就讲的是两个流程 对吧 一个流程 就是讲的是 它踩的口径 对吧 另一个流程 就是踩的振动 对吧 然后它进行了一大堆的处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这个处理是怎么做的 那么就是我们还说 就是说它有两部分 一个部分是嘴的振动 一个部分是嘴的动作 一个部分是喉部的这样一个振动 那么喉部的振动 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对吧 然后雷达 它没法采用到高次频的信号 它怎么办 它就想了一个嘴 这就是它去分析了一下 对吧 就是嘴部的振动是什么样的 然后喉部的振动是什么样的 然后它就去分析了一下 那它用的各种各样的方法 首先第一件事先用的是stft 转时复列变换 对吧 转时复列变换 先提取出它的频谱图来 然后再把声音给它进行切断 对吧 切断了之后 用这样的一个svm去找到 就是说哪里是有声音的部分 哪里是没声音的部分 对吧 因为它处理的时候 如果都处理的话 是会花很长时间 所以它就把有声音的部分 给大家提取出来了 这样一件事 然后这还有什么cross validation 就是说 这个地方它不是说它做的一个cross validation 那什么是cross validation cross validation 我们不太知道的话 就可以去问一下trygbt 对吧 trygbt就会把cross validation给它解释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真实的cross validation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数据集 对吧 比如minis数据集 我们把数据集上拆出来一部分 然后用一部分做tuning 一部分做testing 那么它就是交叉验证 对吧 那是交叉验证的意思 除了就cross validation以后 还有什么kfold cross validation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我们有一个数据集 对不对 我应该做一个图 后面有数据集 这个数据集特别小 比如说数据集只有一千个样本 这个一千个样本 如果我还切出20%的话 这个数据集就废了 对吧 因为它每一个样本都很重要 怎么办呢 我先切出20%样本了 然后剩下的80%样本 好好留着 对吧 然后我用这个存一个模型 用这个存一个模型之后拿这个test 然后我这是第一步 对吧 然后我test的时候会得到一个准确率 对不对 第二步的时候怎么办 我把这个模型拿出来当test 第二模型拿出来存 对不对 然后这样我能得到一个新准确率 如一说我这样重复五次 然后把五次的准确率 给它加在一起除以五对吧 我就可以得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它的准确率是什么样的 这样的话 我相对把每个数据都用上了 但是其实存了五个模型 对不对 这模型之间也没有混这个数据 对吧 所以说这个数据结果也是对的 没有说作弊的行为 那么这样的话 可以让这个稳定性提高 我刚一直想找这张图 没找到这张图 所以一直在那里纠结 这张图做了什么事 就是说我说雷达 它的采用频率特别低 对不对 他比如说每秒钟只能采用10次 他每秒钟采用 你看这个地方 它是一秒对不对 这是两秒对不对 那每秒钟可能只能采用10次 他只能采用10次的话 那个数据采出来就不准 你看这个数据都是一轮一轮的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他使用了一个CGAN 对吧 使用一个GAN的生成网络 这个生成网络就可以把雷达的数据 给它生成出来一个高频信号 他是使用了一个原始的图 对吧 这个是输入的图 然后他有个Ground Truth 就是拿麦克风拍出来的图 然后把这两个图之间进行一个对比 对吧 他放在GAN里面去进行一个对比 对比完之后生成出来的一个图 就是他带着一个高频信号 那这个模型训练出来 就能够把这个没有高频信号的图 给它补全成为一个有高频信号的图 做这么一样事 那么再跳回到之前这张图上面来讲 那么他做了什么事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说他先提取一下雷达的信号 那提取一下雷达信号之后 第一部分就是去做一个纯步的一个特征提取 纯步特征提取就比较简单 对吧 他直接提取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他做了一个喉不振动的提取 那么他首先先把这个信号切出来 把需要提取的部分给它切出来 不需要提取的部分给它扔掉 对不对 然后用一个CGAN 把这个声音给它恢复回来 对吧 那个声音的高频信给它恢复回来 那恢复回来之后 然后它放到了两个这样的一个 Transformer的这样一个模型里面 对不对 那Transformer一个模型 一个Transformer模型 它就是 那它有一个Transformer模型 它就是这个 它有一个Transformer模型 就是研究这个嘴部的 这唇部的这样一个运动 还有一个Transformer模型 就是研究这样一个声音的这样一个运动 然后把这两个合成在一起 进入Tension 然后再进行一个解码 对吧 解码之后 在最后做出来一个语音的这样的一个识别 所以它最后做了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Transformer 它就是这个样 对吧 那就是说 它有一个声音进来 Transformer是使用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Transformer用了一个唇部的 另外一个Transformer用的是一个 一个Transformer是一个声音的 一个Transformer是一个唇部的 它就这么去训练了这样一个模型 对吧 它这个模型之间 也是互相之间进行的一个连接 对吧 这样的话 这个模型的话 就会有更好的效果 所以说 这个地方就这样了 对吧 那我有一个声音 我有一个声音 那这个声音 首先第一 是它有一个唇部的一个运动 还有一个喉部的这样一个运动 那么唇部的运动 就可以拍成这样的一个样子 对吧 这个样子是没什么问题的 直接塞到Encoder里面 就可以提出出来结果 那么还有一个喉部的运动 喉部的运动 它就是比较震动 比较剧烈 那它生成不了高频信号怎么办呢 我们人为的去给它生成一个高频信号 那人为生成高频信号之后呢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也塞到一个Encoder里面 然后最后呢 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最后出来这样一个解码器 解码器之后呢 它就会输出这样的一个 这个我说的什么词 就相当于就是一个语音转度的这样一个功能了 那么呢 我们这个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框图吧 我们愿意看的话就看一看就行了 其实呢 也不是特别的重要了 那最后呢 就直接把这个你说了什么话呢 给它直接的给它解码出来了 那么呢 这个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操作了 那这个操作的话呢 你看它是同时呢 使用了一个麦克风 对吧 作为它的这个ground truth 那肯定你要用ground truth嘛 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 你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对吧 然后它也是用这个数据呢 去还原这个雷达拍出来的数据 然后这个是个雷达 对吧 去拍摄它的这个嘴部啊 和喉部的这样一个运动 那么这是它的结果了 它的结果当然是很好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呢 就是有一个非常细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吧 这个想法就是说 以前人可能没有的这样一个想法 他就想用雷达呢 去拍摄这样的一个东西 让它产生一个 就是说雷达本来拍摄的 应该是一个物体的运动 对不对 那么他现在呢 就想拿雷达去提取一个声音 当然声音呢 也是一种运动 是一种震动 对吧 但是雷达的明显 他不是这个来干这个事的 他就这么去做了一下呢 他就是一个很有心意的 很有这样的一个 noty的这样一个举动吧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讲的一件什么事呢 就他们做了一个消融实验 那什么是消融实验呢 就是说 他们呢 是提取的一个嘴唇的运动 要提取的一个震动 这样的运动 他们还有个融合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呢 他们呢 就想看一看 到底是嘴唇的这样一个运动呢 还就是对结果的产生影响更大呢 还这样一个震动的一个结果 对于这个 这个这个产生的影响更大呢 还说他们俩合来一起的时候 效果是最好的呢 于是呢 就做了这样一个消融实验 所以说呢 你看他最后的结果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说 只有嘴唇的时候 效果是不好的 有震动的时候呢 效果会好一点 它比嘴唇的运动呢 更重要一点 但如果我要是 把这两个东西 结合起来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 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这就是这个消融实验 所带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 那么呢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